其实习近平提出在重谈老调了 中国是现代化了 其实表现出了他的思想上和他的战略上 包括他的人事布局上的某一种混乱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他的所谓中国是现代化了 如果我们把它给两个他以前常用的口号进行一下比较 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习近平某一种的退缩 或者某一种的从他过去的这种大要紧的思维方式 再进行要回到地球 首先我们跟他经常提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对比 那么他过去了更多是要不忘初心 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么要进入到共产主义的这种方向了 那么跟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相比了 当然了我觉得那么是有一个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了 是有优点那个就是脑袋了清醒了一下 那么另外跟他一个所谓的对外的冒进 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要给世界了指明方向了 那么今天他回到了中国的中国式的现代化 那么当然跟他的这种要统领世界 要建立这种千年亡国的梦想来比了 那么他其实又在给自己洗了个冷水脸 让他清醒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了中国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21世纪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十年了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面临的威胁了非常多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像人类历史作者哈拉雷 那么他写的那个就是21世纪21个警讯 那么像那个就是纽约那个大学的那个鲁宾尼 他写的那么我们新时代的十大巨型威胁 那么还有就是许多作家探讨的这种生物科学 那个机器人技术 那么整个大数据和人工的智慧 那么给我们人类在这第五次科技革命中 给我们带来的工作生活和思想各种的冲击 那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这些领导人和中国的这些智囊 那么我觉得他们对全世界目前面对的重大的 可能对我们人类生存了都有灭顶之灾的这些威胁了 我觉得是自知甚少 而且呢也不允许中国的那个学术界了进行讨论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冰河期了 那么我认为了如果中国不自止的话了 如果中国没有人人自私了 能够在这个时候阻止习近平和他的领导集团呢 继续把中国拉向这种盲荒时代了 那么我觉得这种盲荒时代造成的损失 就像刚才那个滕彪博士讲的 比毛泽东给中国那个十年了 带来的灾害了要坏得多 那么所以如果习近平再继续完成他下面的这个十年的话了 那我认为他会毁掉中国的一代人 也会毁掉那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了 获得的某一种复兴的机会 能够进入到人类文明 那个真正的最后的大家庭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历史机会